換過去 只是把甘油後面接了三個脂肪磚的部分 其中的脂肪磚換成別的東西 就是換了磷磚 磷磚根 磷磚根之後呢 磷磚根是一個清水肌 清水肌 放到很多瘟 它是一個清水肌 所以它組成像 你看到那個 特紋的結構 它是一個類似西方紋結構 它前後都是一個清水肌 中間是那個 這個脂肪磚的一個結合 其實我們上次講到一個 保隔和不保隔 你看到這個脂肪磚 就是這個磷磚 磷脂質這部分 這個範列 你看它中間折彎 中間有什麼折彎 中間有什麼折彎 看到沒有 它有兩個雙腱 有一個雙腱 雙腱 你知道它就是一個所謂的不保隔 所以就形成一個不保隔 所以這是一個不保隔的脂肪酸 所以保隔跟不保隔的差別 你在看到前一頁 前一頁 甘油上面結了三個脂肪酸 其中有兩個脂肪酸是保隔的 所以它都是單腱 中間折彎的部分也是不保隔的 不保隔它有一個雙腱 所以雙腱它就變成折彎了 不保隔不保隔到底是單腱 不保隔就是它所有的腱都拿去做單腱 不保隔就是其中一個腱 變成雙腱 它中間多一個雙腱 對 它就把腳彎 把腳彎一起黏住 它就這邊會產生 因為這邊有青 所以它把它擠開 所以這個腱就歪掉了 好 腱就歪掉了 好 腱就歪掉一邊 好 那你講一下什麼關燃機 等一下我找一下關燃機在哪裡 關燃機在第32頁這邊嗎 在32頁 對啊 32頁 關燃機什麼東西 這是第一組講的啦 第一組講到看的狀況性的狀況的關燃機 第一組說看什麼關燃機 都忘記了關燃機 我們現在用的 我用的甲腕啊 甲醇啊 醇類啊 就是長得不太一樣的那個部分 對 它有一個特殊的一個結構 在尤其在我們講有機化的有機體的時候 它有一個特殊結構 它會變成它的特殊功能 譬如像縮機 縮機是什麼 縮機是COOH 記得嗎 不有記得嗎 縮機是有機酸的特性喔 現在看有縮機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有機酸的東西 好 這算在復習 因為你們 我不知道復習 好 沒關係 看 試中接個清 這是什麼東西 膠 這是碗類 有沒有問題 嗯 沒有 沒有 嗯 兩聲你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現在沒問題了齁 就是完美齁 好 我如果呢 中間有個碳 是雙劍 我只能接兩個清 我就不能接三個清了對不對 你看這個碳接四個清對不對 那我如果把一個清換成一個碳 這是以碗 你看碳都是單件的主層 這是碗類 有人說 這個叫做碗機 碗機啊 這個碳後面還是假可以接別的東西 這可能接任的別的東西 但這邊只要都是單件的成分 就是碗機 甚至呢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碗機 這個碳都是單件 這就是碗機 懂意思嗎 OK 這就是碗機 對 那我如果把這邊接到一個OH 這邊什麼 這邊純類 我這邊一個碳的時候 這邊腳都沒有 這邊貼清的時候 這什麼 這叫假純 這邊接到另外一個 轉機的時候 這邊底唇 我如果真的把它拿掉 這邊什麼 丙唇 就是往後接 那我如果說 把這個碳 我這邊接 再一個碳 但是這邊接OH 這邊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我講的 縮機 就是酸 這變酸類了 這是乙酸 我如果直接這邊接一個青 這是假酸 因為這有個碳 所以 我一個縮機 直接接一個青 是假酸 我接兩個碳 是乙酸 我接三個碳 乙酸 我接四個碳 丁酸 那整個這邊的 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管機 在課本上 你在以後看到 他會寫R 他用R來表示 這個R表示 它是一個看的長列 我常常就不知道了 蛤 是這個 這個 看是可以一直連 這個長列 他可以丁 打一筆丁 物體更新 一種後面 他可以接得很長 這樣問題 但是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縮機 這個縮機 它就是酸類 就是有肌酸的 酸類 OK 剛剛接二位是純類 剛剛會有這個青 不是碗類 有問題 這真是碗類型的意思 就是有特殊的長相 OK 這問題 這樣有問題嗎 好 就是他原本 就是 他就是長的比較特別一點 對 在我們 在一些分子結構上 有特殊的層層 就像是一把鑰匙一樣 這個鑰匙能開某個鎖 所以可以說 假設我長一模一樣 這個鎖頭 這個鑰匙的前面這一段 我如果開同一個鎖 我只要長一模一樣 都可以開這個鎖 這就是一個觀音機 長了一個特殊結構 OK 在生物上都這樣 我上個解釋過 像我們講說 有人說 馬飛 馬飛給字 是痛 很痛對不對 可是他運動的時候 會分泌出一些 跟馬飛很類似 他叫做 腦內飛 對 他可以分泌出來 會讓你覺得 有點 抑制痛苦的現象 所以說人家運動 會讓你覺得 心腹比較開心 會讓你比較開心 好 所以如果經常不運動的話 比較容易憂鬱 所以這件事情 好 那個什麼 就是 他可以幹嘛 你都吃 所以他整個不一樣 可以幹嘛 整個不一樣 他有不同的功能 對 就不同的功能 就每一個都不同的功能 對 就像我們身體習慣 我們身體需要能量對不對 能量是不是我們習慣吃糖 因為糖就是最容易得到能量的東西 所以我們身體會喜歡吃糖 你身體裡面的味覺的受氣啊 就接受 說我現在吃這東西 我知道它有沒有糖分 它有很特殊的受氣 這受氣就碰到了 這個鑰匙就要咳了 它就被打開了 被打開就覺得甜 怎麼去打開它呢 像糖分子裡面的特殊結構 所以就有些科學家 就去找到這個特殊結構之後 他就做出來 一種 對 假的糖 沒有熱量的糖 你吃了覺得很甜 因為你的身體那個鑰匙被打開了 你覺得很甜 可是你吃了有沒有熱量 沒有熱量 你如果要糖分就太多 同樣是全都很聰明 對 因為忍態分辨更多細微的東西 科學家只能取代一種鑰匙 它不能取代所有的鑰匙 可是在這個分子結構 它只取代一種關的東西 可是吃到糖分 就是需要更多的東西啊 所以身體還是聰明的 所以你吃代糖分吃 真人糖分不一樣 那我希望會啊 你要去吃吃看 我再改變肉燥 OK 這樣有關的事情有問題 有 欸 不能解決的問題太適合了 很好 我幾個頭 OK 好 三個問題 好 沒問題喔 稍後再講完那個臨子 臨子質喔 即將講類陸醇 所以第一組 我們要講第一組 那個類陸醇 是的 第三組講蛋白質 不用 喔 對 對嘛 然後第二組講核酸 對 對嘛 是這樣講的 對 是的 是這樣 是嗎 好 分子沒變 分子沒變 還是分子沒變 來 勒骨順 去賣氣 好 臨子放掉 然後 我不知道四王 那是什麼 OK 好 然後 他是動物 就是他是動物的細胞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成績 然後 然後 最常見呢 配固醇叫膽固醇 膽固醇是 赫蒙的先驅固醇 這也不太懂 這個意思 然後 辣 他也是 對 辣 他也是一種 辣是紫質的一種 其實他講說 這一節 這一條段在講 紫質 因為紫質分成 我們從前面開始看的話 就分成 脂肪油脂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 我看起來 我覺得是 指的是 紅類的東西 從紫質開始呢 是分成 脂肪油脂 零紫質 還有類固醇 接下來是辣 辣也是 紫質的一種 OK 嗯 好 辣的那個場面很紫 OK 它有防水的性質 對 OK 好 那這邊剛剛那個 冠城所講的一些問題 冠原啊 冠原 就是冠原 冠城的狗殼 講的那些問題 大家給我們其他成員 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這好問題 我也有不認識 沒有同學以為 太難了 好 這個四環結構呢 是讓我們現在回到剛剛的 我們回到最前面的那個 這個碳的結構 有沒有 葡萄桶的結構 葡萄桶是一個六角形 有沒有 對 六角形 簡單的講 六角形就是一個 那個點邊上都是一個碳 然後就把那個碳沒有寫出來 同樣的這四環結構呢 它也是所碳居成的 所以它每個地方 每個焦點 每個那個六角形或五角形 那個端點 就是一個碳的結構 就是一個碳在那邊 所以可以想想看 一個碳 這個碳形成這樣一個環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三四四四五十六十七 這邊有十七個 十七個碳 所以它十七個碳 所以它十七個碳組成在這個環 這是一個特殊的結構 四環條件 那這是構成我們講的 類固醇的一個基本架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講說 這就是類固醇的一個關聯機 這樣有概念嗎 就是你只要看到這個結構 它就是一個類固醇的一個基本結構 這樣你就 說化合物的基本結構 就是類固醇的這一類的基本結構 基本上你有看到 COOH 它就是個有基酸的基本結構 有沒有理 沒有理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四個環的結構 它就是我們現在在生物學上分類 它就是一個 四個環的結構 它就是四個碳 這個六角形 就是每個地方各個碳 這不在前面葡萄糖就講過了嗎 我們想要是四個 三十四葉的這邊 一個葡萄糖是一個六角形 這個基本就是葡萄糖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六角形結構 串了一個長鏈之後 它就形成乾糖 形成澱粉 記不記得 這每個六角形都是一個葡萄糖 那葡萄糖串成長鏈之後呢 它如果是一個分支狀的就叫乾糖 如果是螺旋狀的就是澱粉 如果是排列非常整齊的就是 什麼 就是餡文學 就餡文學非常好 欸 餡品很好啊 有在毒啊 有在毒啊 那這個結構呢 我們看一下四環結構 四環結構 基本上它就是這樣 你看 看這是立體的喔 它其實讓空間弄的是立體 你還不錯嗎 我畫錯了 我想畫成一個六角形 是要畫成一個廢物 你看看 有蝶蝶蝶蝶蝶蝶齊 用红绿的红绿 它这样的结构 就是四环结构 1391的四环结构 它就适合一下 25号 对 但这中间都是碳 嗯 它这个碳是组成的结构 所以当碳排成在主架构的时候 四环架构的时候 四环架构 你又可以说这是类固组的主架构 这样懂的是吗 这个四环结构 碳组成在排列组成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类固组的主架构 你也可以说是类固组 它这个形状就像类固组 它有类固组的功能 OK 在细胞上呢 它存在于 动物的细胞膜上 所以植物有没有 没有 植物就没有 胆固醇 嗯 好那 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一段 我就想到一个隐身的话题 为什么说 出家人他鼓励你吃素 因为你看喔 胆固醇的 我们刚刚回来这个冠语所讲 什么叫先驱固组 同讲 蛋白质的先驱固是什么 胺基酸 你必须有胺基酸才能合成蛋白质 你没有胺基酸不能合成蛋白质 所以我只要不给你胺基酸 你就不能用蛋白质 对通话道理 好 蛋白质也可以分解成胺基酸 通话道理 蛋白质固醇的东西可以合成什么 可以合成搞固组 搞固组 也可以合成动型奇数 好 那搞固组什么东西 皂皂 什么是搞固组 假的 你不能上来就问问题 不然你问题怎么学校 对 什么是搞固组 搞不倒 对了 开始搞不倒你了 什么是搞固组 就是男性激素 要免得自己长大 非常好 那什么是雌性激素 动型素 就是让女生的男孩变大了 OK 所以基本上 吃素的人 他因为缺少动物性的肺固醇 他不容易合成就会动枝 你可以这样想象 实际上吃素的话就是个好处 他就不会动 那他比较多 对对对对 你说 为什么不多一点人工艺 那样 你为什么人工艺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多一点的话 那不是 诶 有些工具 算 这比较理 抽长而已 对 好 所以他是 肺固醇有这个功能 那 嗯 对 那肺固醇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很多时候用在医药上肺固醇 那医药上肺固醇 它会让你 有点好像那些子痛的效果 对 不会一同生性 不会让你免疫系统 肚子感 会让你免疫系统 比较没有那么多药 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 有时候觉得痒 你吃了肺固醇 会让你比较痰 会比较痰痛 他比较不会反应 就是过敏感 对对对 过敏感会降低 会让你降低过敏感 但是吃多了不好 吃多了不好 为什么不好 对 太降了一点不好 那接下来就是蜡脂 蜡脂 蜡脂 我们来讲说脂肪 后面的脂肪酸 脂肪酸到底有多长 嗯 脂肪酸到底有多长 对 就腌得太长 就是蜡脂 简单来讲 脂肪酸很长 很长 就是转换的 它就是脂肪酸 就是脂肪酸 脂肪酸 也可以看 脂肪酸有些会容易凝固 或有些会容易凝固 但现在也跟它的长力有关系 到底有多长 好 第三个 我就是怕生效也講的是蛋白質 蛋白質 我們在這一章 一開始就講蛋白質 官員講的 官員忘記了嗎 一開始這一章的第一小節就是蛋白質 來講蛋白質的結構 他其實在講說 我們一開始人類 我們科學家發現蛋白質的過程 那蛋白質身上是蠻複長的 那其實我們在 20多種 對 我們在營養素裡面分類 蛋白質是其中一類 蛋白質是其中一類 你看一下那個四大類 我們今天講說四大分子 有沒有 再看一下那個 三十四葉那個表 2-2 他分一個多長類的碳九化物的部分 脂質有分四大類 脂質有一個叫做脂質 有一個是油脂 有一個是零脂質 有一個是辣脂 核酸是獨立的一種 另外一個是蛋白質 蛋白質是數量最多 數量最多 最主張的就是蛋白質 來 我們說說看蛋白質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好 嗯 有心體是什麼東西 以前好像講過 對 反正 有心體裡面 除了整片 有一塊以上的東西 叫做蛋白 蛋白有很多 然後可以拿來做 身體結合 不理的話 身體結合跟什麼意思 好 按來才給大家確定 這個 什麼東西可以 進去 好 什麼東西 然後 進去 其實有機體結合 好 然後整個照片 呃 再來是我們 他們 到這個地方 可以 再來是有什麼東西 對 大概講 剛剛啊 對啊 沒想到完 那個 那個 貼力下去 我要再想一下就是 因為基本上你看喔 這個 重點卡斷之後就 我不知道是 我講開始睡覺 會罐子 但其他有兩三位 就開始閉眼睛了 蛤 那 這是 我還是一樣喔 我覺得 就是說 你在看這個重點 就是說 當然可能這組 除了自己的操績 之外 那可能有沒有 就是你該在預期的時候 就要遠一點點 大家知道我要講什麼東西 要找 重點卡斷 不懂的你可以整個 後面一起調節出來 但是你應該大概 抓一下說 我這一節要講什麼重點 把握在三分鐘之內 把他講 重點是什麼 不要唸過一遍 唸過一遍會 大家都會看過 你看唸了沒有 給人家管喔 好吧 那我就講 好 那個 子龍要講嗎 嗯 嗯 可能是 是 我 都可以 好 謝謝 沒關係我講 蛋白質 蛋白質 蛋白質是 我們身體最主要的一個結構之因 他有一萬多種 對 一萬多種 道總 你看過沒有 這一段 蛋白質你看過 一萬多種 剛剛 宣語說他不懂 他講說 蛋白質組成身體結構的主要成分 什麼叫做結構 嗯 骨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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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骨頭喔 沒有 骨頭啊 骨頭啊 他現在沒有舉例嗎 他講結構 組成身體大部分的結構 他有舉例啊 他病不是沒有舉例喔 頭髮 皮膚 指甲 韌帶 心的部分 腱的部分 都是蛋白質 透明 事實上你的肌肉裡面 都是蛋白質 全身都是 基本上 道路都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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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西關有些肌肉是 肌肉是蛋白質做的 肌肉算是器官嗎 你的心臟 對 心臟這個器官裡面有肌肉 有肌肉啊 對 可是沒有 其實還蠻 像肝臟就沒有蛋白質 肝臟它應該是 肌肉有蛋白質 因為它有細胞 細胞裡面都有蛋白質 對 都有蛋白質 都有蛋白質 細胞膜 你看它前面就講 動物性的細胞膜 都是蛋白質 不是 蛋白質類固醇 那個 細胞膜是類固醇 但是其實那個 那個 有細胞就一定有蛋白質 對 有細胞就一定有蛋白質 他這邊就寫 他這樣確定 要確定誰可以進來誰可以進來 好 那 後面這邊講到 那這樣的姐姐 你剛剛講的結構 你不知道的意思嗎 有 所以你知道什麼是結構了嗎 那要組合一些生物命的結構 動物細胞的結構 那接下來 酵素也是一種蛋白質 所構成的 什麼是酵素呢 什麼是酵素 吹化劑 吹化劑 它是可以當成吹化劑的部分 但酵素有兩個功能 除了有功能 分解跟什麼 合成 分解跟合成 它就做這個事情 酵素做這個事情 所以酵素呢 是代謝的主要的活動 因為你要 代謝就是消化 你要做消化跟產生廢物 這是代謝過程 所以它一定是 分解跟合成的過程 分解跟合成過程的產物 它就有代謝 需要代謝掉東西 好 那什麼是胺基酸呢 胺基酸就是蛋白質的基礎 什麼是胺基酸呢 胺基酸 講過 對 胺基酸簡單的講 就是胺基跟縮基 縮基就代表酸類 你剛剛是不是講過 對不對 COOH 那個生活基就是代表酸類 所以你有胺基跟縮基的東西 組在一起 就叫胺基酸 那縮基跟縮基的中間組成 是靠什麼 靠生態界 靠生態界把縮基跟胺基組在一起 具有胺基的碳水化物 具有縮基的碳水化物 用生態界把縮基組在一起 有看到嗎 對 中間那個劍就是生態界 在第四十頁的走下 放一個豬 有沒有看到 你有看到一個C上面一個R嗎 C就是一個碳分子 那個R代表什麼 那個R代表什麼 這個長的碳基 代表一個碳基 它代表一個碳基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長的碳裂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什麼 單線的 單線 它是一個長的碳裂 好 下面是一個碳原子 碳原子中間呢 它連人是一個叫做生態件 左邊是一個胺基 右邊是一個縮基 就是一個碳碳連來的縮基 這邊的碳連來跟胺基 中間這兩個連在一起 是它的生態連來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胺基酸 那胺基酸呢簡單來講 當它把很多的這種C跟一個R C跟一個R結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了一個長片 就是我們講的 你可以看 左手邊的這個小圖 它是一個胺基酸素的組成 它就是一個方塊加上那個球 在它的圖形來講 是一個方塊加上那個球 這球是一個R R是一個長鏈 對 但我看 我查一個資料 這個R有時候很長 這個很大一種 對 對 它是一個大球或小球的一定 可能是很簡單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對 那你下了這些東西 你把它串在一起之後呢 你把它一直連來一起 一直連來一起 它就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你講說蛋白質有幾萬種 為什麼 你看嘛 這個R 就是R1 R2 R1 R3 R4 你可以配上不同的胺基酸 就是一個新的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有多種 多種是我們主持 好 好啦 所以蛋白質結構簡單來講 就是胺基酸組合 這樣問題 會 要睡 要睡 你是怎麼這麼睡 你跟趙宗一樣是去哪裡 你們兩個去哪裡 沒有 就只要回家就快不到 就收到什麼 好 那什麼是一級結構 蛋白質的一級結構 蛋白質 蛋白質 那這個就只有一條線 就簡單來講 蛋白質一直踩大的分子 但是踩中間小段的時候 那個長鏈 就叫一級結構 一級結構呢 它組成二級結構 它就可以組成不同的 有一種是螺旋的 阿法結構 阿法螺旋 另外一種是 任意的螺旋 任意的盤旋 第三種是 像編織而成的 編織而成的 然後編織而成 它跟它一直的長分 一直編織而成的 蛋白質 它講過 蛋白質實際上 目前我們發現 算是強度最強的分子 蛋白質它的強度可能 所以現在有些人在研究 有沒有可能它蜘蛛絲 拿蚕絲去做發財配型 有 因為它強度很強 對 所以 預計 已經有了 對 已經有了 很貴啊 但現在沒量產 已經有了 但還沒量產 它很飛機 對 那種蠻樣的房 那種蠻樣的房 什麼 這種蠻樣的房 防守槍 沒有 可以防守槍或防護槍 都看到 可以攔截飛機 他剛剛講的 有人研究了 它可以攔截 但是沒有人做出來 對 研究說它的強度 如果你把它做成一個 攔層的話 它可以攔層 可以攔掉 可以攔掉 你們在感覺怎麼樣 做起來感覺怎麼樣 很屌 現在其實是 有人在研究 它真的把 它養一隻蜘蛛 它養一隻蜘蛛 讓蜘蛛蜘 它把蜘蛛蜘 都把蜘蛛蜘蛛蜘 這樣我們看到 這個α結構 或者是任意結構 或者是β結構 β作蜘蛛蜘 它事實上在 蛋白質組成 它有不同的形式 像是α 可以不上去祈禱 α結構主要是 像是羊毛 它就是α結構 所以羊毛它有個特性 羊毛特性是 它可以拉伸 它可以拉長 它有膽性 你想 這個螺旋的東西 現在螳螂可以拉長 像那個作蜘蛛結構 β作蜘蛛結構 它就像是蜘蛛蜘 蜘蛛蜘 蜘蛛蜘蛛結構 它就是一種β結構 所以蜘蛛 就沒有彈性了 一拉就斷 它沒有彈性 一拉就斷 所以你穿羊毛衣 你會覺得舒服 你會看到有彈性 它就整個反正高度 放了自己 那蜘蛛這個結構 因為它很強 它韌性很好 它沒有什麼彈性 它剛性比較好 所以 像你簡單的講 像 像什麼 像蚕蜘蛛蜘的蜘 像蜘蛛�蛛蜘的蜘 蜘蛛蜘的蜘 或者像是蜘蛛蜘 你能看到 整个来讲可以像是一个任意盘旋的阶段 可是它内部实际上是螺旋的 它内部是螺旋 就是你看它小区的话是螺旋 你要往螺旋再看小区一点的话 它算是一个直线阶段 懂意思吗 就是它在看小区的话 它是一个小段的一级直线的结构 氨基酸的虚页 那一级的结构往上升之后 它可以看到有些是会有盘旋 有些是用螺旋 有些是蝉料的方式 它是不同的 它是二级结构 二级结构往上升之后 它就会更复杂 那第三级结构跟第四级结构 第四级结构 这部分其实可以看到 那个整个蛋白质 会形成一个固定形状 都跟蛋白质本身的一些固定的轻件 或者是离子件有关系 我们上次讲过 见解很多种 Hello 我在听吗 我在听 那个我刚刚看是 龙圈有点皱眉头 龙圈 你还好吗 到目前 这三级结构是立体的 它是结构的 事实上都是 到第二级就开始立体结构了 只是立体结构 它中间有一个螺旋 在螺旋之后 它有一个大转弯 大转弯的形状 有点像正义盘旋 它可能正义盘旋的结构 所以它是在里面有任意的组织 但是它不会是任意组织 它是那一个蛋白质组成 你知道呢 它的决定 它的形状被决定 它准备决定的 例如举个力好 好像随不上话 这是一个绳子 或是一个塑料棒 软的塑料棒 我这边有个磁铁 它有Ns 我这边有个磁铁 有Ns 想要这磁铁跟磁铁 会不会有吸引力的排湿力 就会有了 所以我释放了Ns排湿力 起来之后呢 它就组成一个结构 这结构就算你把这个 把这个磁给拉开 再放开 就弹回去了 它就吸引回去 只是在这个分子结构 它不是用磁铁 它用什么 它用氢铁 它这边有个特殊结构 它可能缠那个氢铁 氢铁就给吸引 因为氢铁这边带正电 对不对 我这边可能有氢铁 氢铁带正电 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结构 可能带负电 我就有吸引力了 那我这边可能 另外一个结构 带负电 它这个氢铁就有吸引力 它就扭曲 它就旋转 所以它形成一个特殊结构 是靠氢铁或离子铁 因为离子铁有正部 我刚刚讲过是带负电 我假设这个离子铁 你让它带负电 假设这是一个氢铁结构 它就有带负电 它就可以形成那种 正负相细的形状 让这个蛋白质形成特殊的形状 特殊形状 那实际上特殊形状 也会跟我们的酵素前面讲的 那个关能机有点类似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你特殊形状 所以这个分子有特殊形状 这分子有特殊形状 刚好可以卡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去分解它 刚好可以卡在一起 它就可以去合成它 所以我们之前讲说酵素 以前在国中讲酵素在分解的特殊性 这种酵素能分解某些物质 这种酵素能合成某些物质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排列组合是非常特殊的 是有特殊形状,是有蛋液的结构 所以这蛋液结构它能分解某些物质 这个蛋液结构能分解某些物质 这个蛋液结构能分解某些物质 OK 这是蛋白质的结构 它构成是这样的 好 所以外形结构我们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用一些氢件来组成一些氢件 一些氢件啊 一些离子件啊 有影响的 OK 有问题 好在第四色页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一个蛋白质 它中间有很多结构 它有写什么双流腱啊 然后氢腱这些结构 当它你把它拉长之后 半白质它弹回来 那个就是一个记忆效应 它这个蛋白质本身的结构是一个记忆效应 它会弹到一样的结构 它不是一样的结构 它会弹到一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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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蛋白质有什么结构 所以这样你看 它这边有举个例 像我们铜铁球 简单那样 血红素就是一个氨基酸 一个勾生态件 就是一个蛋白质的构成 当这个血红素里面 它如果有个件改变了 这个件会让它变成 没法变成一个圆盘状 它变成一个镰刀状 那镰刀状有一个缺点 它在血管里面 运动的时候它那边勾住 它没办法执行 没办法前进 它没办法前进 血液没办法自动 流动得很好的 它没办法让你的氧气 触动到全身 所以就有瓶血的线下 瓶血的线下 瓶血的线下是脑袋缺氧 瓶血的线下是脑袋缺氧 比如瓶血的线下是脑袋缺氧 比方平衔线下是脑袋缺氧 就是脑袋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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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缺氧 就是脑袋缺氧 那像镰刀型的不是脑袋缺氧 而是脑袋缺氧 脑袋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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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小結构 可以改变 它本来这边有瓷铁 它可以连在一起 瓷铁连在一起 突然砍开了,砍开就变成一个叶刀状 这血红柱的问题,它大白有出现的问题 它不是应该出生就会出现的问题 对,它是一个先进性疾病 不会,它是先进性疾病 它是先进性疾病的问题 它现在目前来讲,比较浩发在非洲人 非洲人比较金 它是先进性疾病的问题 亚洲性的经测过 这种状态,只有叶刀状态 对,对,对 所以你都结婚,要找非洲人 就要记得,先查一下它有没有这种特殊的疾病 你不是说它不会冒险? 可是它的状态是先进性疾病 先进性疾病 你叫那个对象,如果有这个基因 你就容易生病 可是它如果有这个基因的话 它应该有病,有病应该死掉 不一定死掉 它不会活的 对啊,它有隐性基因 基因有险性跟隐性 它如果有隐性基因的话 它不见到是先进性疾病 但如果它隐性 那因为我不知道说 隐性生下去应该是隐性吧 隐性它就带基因 对啊,可是它生下去还是隐性 对,那是你的小孩就有这个基因 可是有这个基因 它如果是隐性,就不会有失 它就有很多 它就往下,就一直带遗传 隐性,遗传下去还是隐性 当你这个隐性的基因跟隐性的基因 哦,那你早就有病 那你确定你没有就没事了 就要看我们的小孩 会不会再给你做什么 那一个状况就是 假设这样的状况之后 你的小孩开始就有这个基因了 你要不要有这个基因 你的血统里面要有这个基因 当然,有时候结婚恋爱是另外一件事 是感情会胜瘾这些东西 就是胜瘾奇异的变化 你不会想说 不管他都喜欢他就喜欢他 不管他有没有自己基因 来,你要说什么 所以说他就喜欢说 他什么状况 他跟那个健序会 会会带掉 然后变成了什么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这边有写吗 他有一个 有一个基因 他理论上应该产生一个轻件 把那个红血统拉回来 可是那个产生轻件 那个件不见了 那怎么让人家货瘾奇异的 不是,货瘾奇异的 是他在产生这个 血红素的这个细胞的时候 他的遗传基因就告诉他 就是没有这个基因 就是没有这个轻件 就少这个件 所以他复制 再怎么复制出来 就是没有那个件 所以他红血统就是很可能 他血红素就很可能 对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缺氧 缺氧 对 他的血红素就比较容易流动 就容易缺氧 那容易缺氧 好 有没有问题 那其实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是因为只要血红素 刮痰去去 你要看他血型无相同 那我相同 你只捕一下 因为血红素他就死掉 而你的细胞 你的细胞 你的造 contact 细胞造出來都是同 halig Fer 如果说 白铁尔知道呐 那种白铁尔 你的人会看到什么 白铁尔 ideas heim 如果要一分辨說是不是有同樣的基因 他可能不是只是看到是不是正常的同學 因為他不是正常的同學 假設那個人的身體都這種同學 他也不知道正常的同學 好 這是我猜測的 好 第二組的 基本上他的繞他不是 就是說他應該是同時間在繞 譬如講到能量不論他應該整個同時間收縮 他並不是說我們先拿著這一頭開始繞 就是這樣他是整個收縮 所以在收縮的過程當中他哪邊有吸引力 他就是附近那個吸引力 所以就算攤開也整個一起攤開 也不是收縮整個一起收縮 所以他就不要越來越多了 他不會說是像我們講說你在綁繩子 因為你綁繩子的時候你可能拿兩個線頭 其他地方並沒有馬車 所以其他地方也沒有受力 但他事實上受力是整個同時間 整搖分子一起 該受力的地方一起同時受力 所以他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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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在想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會只有這些點 或是有這個工作的面子 不是 他是舉個例 他當然沒有只有自己的點 他事實上那個點是非常困難的 就跟你的那個DNA 那個雙腹螺旋狀一樣 雙腹螺旋狀是因為清漸的關係 當他成了一個螺旋狀 那個螺旋狀的並不容易說 因為我今天複製完 他就那個雙腹螺旋狀 他螺旋狀是很困難的 好 OK 核酸 第二隻腳核酸 哈囉 是 有生命還有沒有生命的 沒有大的去別的大 一個沒有生長後代的能力 然後 你要生長後代 然後 就會 需要 去兩顆腸的穿 知道DNA 可以 都 製造 他在製造的 製造物質都 製造 而且 製造物質 製造物質的訊息 他功能 大高 有非常多 對 嗯 他需要這個功能 知道 他的功能 是 俗尊 遺傳 遺傳遺旗 還有遺距 還有遺傳 還有遺傳 然後 一團就是 表現遺傳遺旗 就是說 另一個 跟RA很像的是 科米 叫 不是跟DNA很像的 是 所以他比一人類少了一個人 跳的長春 所以他只要去幫忙 發音 他比一人類的一場舞 然後交給人 交給人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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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會先把去期轉 一塊一層RM的分子 變成五層多生態 都要再去那個分子 對 一步一步 所以RM很像寬意 對 好 然後他們兩個都整個油酸 油和乾酸 所以整個油很大 然後 所以剛剛那個 稍微整理一下 剛剛講那個DNA 它有三種性質 一個是儲存遺傳訊息 第二個是複製 第三個是表現 遺傳的性質 那剛剛那個 子榮講那個 RNA 其實應該 應該就是 陸份的DNA DNA裡面負責 表現遺傳性質的 一個 重要元素 應該要 剛剛要這樣講 比較 我的評價會聽成 他有三個性質 然後 你過來一邊 好 這次沒有說 其實我今天講的那樣 那 核酸這東西 其實如果說 就我以機械的概念來看的話 就我們其實在製造 像那個 做 那個叫做 緬塊 緬塊的概念來講的話 我們先拿蠟 刻出一個形狀 這個形狀呢 就是DNA 它是原來的架構 接下來用矽膠去翻譜 矽膠出來的東西 就像是RNA一樣 它就形成一個 表現出來的架構 接下來呢 我們去拿 膠灌進去 這個膠就有點像是蛋白質 假設我現在想要 產生蛋白質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我 你要拿這個模子 這個模子 就是從 你的DNA裡面去找出 這一塊是附的蛋白質的生產 把這個模子拿來用 用之後 他就先做一個 類似像一個 氣膠 氣膠膠 然後他就把膠倒進去 出來 就是我的蛋白質 倒進去 它有點像是DNA 然後它 要配合 然後再透過DNA 它所擁有的這個蛋白質 然後把它生產出新的 表現出或是生產出新的 所以的意思呢 是RNA是功能不完整的DNA 不是這樣 不是 它是RNA 有點像是DNA裡面的一個部分 它是拿來做成 表現出來的 所以 我現在 簡單來講說 我這個DNA裡面 好 就是很長很長一大分對不對 但是我可能有一段 是負責生產 那個 蛋白質 生產鋒 鋒鋒蛋白質 某一段是負責生產 所謂的這個 細胞 複製細胞 然後就是每一個部分 就有RNA 對 這個DNA裡面 有各種不同的功能 那我現在要複製 譬如 剛我們講說計畫 事實上我們這邊沒有提到 但是未來要提到 在細胞裡面 你要做出 譬如我舉個例子 你皮膚的細胞 長出來的細胞 會不會變性上的細胞 不會 不會啊 你皮膚的細胞 假設我這邊有一層皮被掛掉 就是我去 就是 裂殘 這皮膚被抹破了 這 長出來的細胞 會不會跟你心臟的細胞 一模一樣 不會啊 它會固執成 那個皮膚細胞 對不對 我心臟也可能瘦醇啊 我心臟可能因為我 久了 有些細胞 只要不會產生新的 心臟的細胞 我心臟細胞 長出來之後 這細胞跟我皮膚細胞 一不一樣 不一樣 皮膚細胞的DNA 跟你心臟細胞的DNA 跟你心臟細胞的DNA 一不一樣 一樣 那為什麼會複製 不一樣 對 脂肪補腸癌 它是裡面的一些 激素 就是我試乎它反應的中間 所以它整條DNA 不見得都在用 我在心臟的時候 可能是我們都在用 我在皮膚的時候 另外都在用 所以它可以產生不同的功能 它可以複製出 變化性非常多的細胞 那 乾細胞就是說 乾細胞是 它的功能還沒被激化 所以它可以做任何的功能 所以我把乾細胞放在皮膚那邊 它長得很危險 我把乾細胞放在肝臟 快給它放肝臟 它會受旁邊的激素影響 它會被刺激 刺激到它的輕微特殊的功能 所以DNA不是整個能量 但是在流的過程中 它就開始拿你的配合去複製 它就是把這一段的形狀拿來丟 拿我的蛋白質的那個氨激酸 丟進去 組合就是這個形狀 一模一樣的蛋白質 懂意思嗎 它類似一個翻模的概念 就是我從這邊複製出來 所以那個形狀會一模一樣 跟我的DNA有關係 所以DNA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複製 因為所有東西在行程中 都跟我DNA是做組合的 是Match 對 跟它所有的東西 也是有課 對 下課的關係嗎 沒有 有沒有突然間都提過